这位小美女正是56岁香港女星刘嘉玲 她15岁时跟家人从苏州搬到香港 1982年年仅18岁的她考进香港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更年毕业出道后随即受到重用 1984年因担任新渣师兄女主角 迅速走红喜悦不断 之后她挥别无限投入港片全身旗 说谎的女人海上花 还有经典喜剧《射雕英雄传》至《东城西旧》等 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1991年她在阿菲正传里 传身扮演舞女秘密一角 将客人魅力发挥到极致 更以此入围金马奖与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尽管最终没有得奖 老天并没有亏待她 2007年她平好奇害死猫 登上中国经济奖影后 而她曾措施五次香港电影金像奖 2011年第六次入围终于打破 以敌人截之通天帝国 成为第三世界影后 演艺事业亮眼 她也斜杠当起设计师 在2015年成立时装品牌 一路走来看似顺遂 其实在刘嘉丽身上 曾发生令人不舍的事件 1990年25岁的她 因推辞黑道投资的电影 被四名大汉掳走两小时 12年后香港东周刊刊登 疑似刘嘉丽当时被迫拍下的裸照 引起500多位演艺人士及妇女团体 赏结抗议 谴责该周刊天地不容 刘嘉丽也勇敢献身 获得民众支持 最后该周刊被迫停刊 前总编辑则被判入狱五个月 因为那件事情我反而长大了 然后我豁然开朗 整个人 其实我现在知道 你受的考验越大 磨难越大 可能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放我在任何地方也好 我都可以生存下来 而且这个社会也认同我了 所以很多事情是 都是有两面的 就很多人会看到你 是不是我之前 对他有误解了呢 这个人其实是挺不错的一个人 所以你是原谅了周刊的人 我全部都原谅 他们都原谅 对 真的能够原谅 是 包括绑架你的人 是 我都原谅 而面对这么恐怖的绑架事件 他曾向媒体表示 当时梁朝伟一直不离不弃 陪我度过很多风风雨雨 就对演艺权主名的新偶 是在1988年合作舞台剧 结缘进而交往 然而分合多次 2007年甚至传出国董追求他的绯闻 不过就在隔年 他就与梁朝伟在布丹进行婚礼 结束长达20年的爱情长跑 并不时以老婆视角 在节目中放闪 让人好羡慕 结婚之后嘛 谁不讲道理 谁占上风 我们家里那个不讲道理 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了 他连话都不讲 他就是拿一双很忧郁的眼睛看着你 直到你煮一碗面给他 嘉玲姐的包 有东西会咬人的 找男人的照片 这算是很少公开的 梁朝伟先生的证件吧 策刀